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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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很有可能涉及到贩毒 两名吸毒人员被带回派出所后 尿件结果均呈阳性 但是两人对毒品的来源拒不交代 就在此时 从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传来消息 陆某是禁毒支队暗中调查的一个对象 没想到在度假区吸毒时被抓获 他跟多名 在苏州的多名涉毒人员联系很密切 而且有人讲到陆某在外面从事贩毒 我们通过对陆某真空了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陆某确实是在贩毒 根据禁毒支队提供的线索 陆某在一个叫名流会的网络吸贩毒平台上 十分活跃 这个平台与别的聊天平台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里面的会员都是吸毒人员 会员间竟然相互直播吸毒内容 甚至有人在上面进行贩毒活动 它涉及到整个一个是网络的一个平台 在里面吸贩毒 感觉到还是味道比较大的 就是好像一个猎人看到猎物一样 就在警方对名流会这一网络吸贩毒平台 进行调查的时候 又获得了一条线索 这个平台上一个叫十七姐的管理员 通过快递将一批毒品销往绵羊 但是 由于将地址填错 这批毒品竟然阴差阳错地被寄到了苏州 本来已经寄到四川绵羊三台线的 那么这个包裹的收件人收到之后 毒品上家高姆就要求这个收件人 将该包裹再转递到四川绵羊三台线 于是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 快速赶赴绵羊 根据十七姐提供的地址和收件人 展开抓捕行动 经过敦守 2017年4月27日 警方抓获了来取快递的科医女子 这个女的我们抓获以后发现了 这个她身患肝癌晚期 这就算是当时已经没有几个月了 然后因为考虑了她的身体原因 然后我们分局领导高度中士 然后给她取报候审 然后到医院去接受治疗 警方从该女子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对名流会吸贩毒平台的结构 和主要活动人员有了初步掌握 她对我们警方的关心关爱 她也非常感激的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面 她是讲得非常清楚 对整个的案件的网络 包括她所知道的一切 包括她的吸贩毒过程 她都讲得非常清楚 经调查 名流会平台有注册会员600多人 涉及到全国18个省市 由于案情重大 案件被层层上报到公安部 被确定为公安部2017年 第42号毒品目标案件 由于网络直播等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 给我国禁毒工作 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网上涉毒活动 隐蔽性强 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 收集和固定证据 需要公安机关跨地区的合成作战 要统筹往下往上两个赞场 按照由人到网 由网再到人 这样的双向的贯通模式 通过反复的研判 多地的联动 确保证据收集的全面性 经过侦查 民警发现 名流会平台的一些管理 小优优独立 平台的用 who 薄金住 小伙元 关技 ni 柠名 石 为 越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直播和交流吸毒以外 还有一些人用暗语从事贩毒活动 它这个病毒通常说的是白酒 要500克白酒 300克白酒 像麻果他们说的是红酒 由于互联网吸贩毒的隐蔽性和刺激性 这个平台发展很快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600多人注册 这些人员便集全国各地身份隐秘 给警方的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网络吸贩毒活动发现难 第二个网络吸贩毒活动落地难 就算是发现了是张三还是李四 甚至是一个网名 不知道它具体是谁落地难 第三个是取证难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网络涉毒犯罪 我们开展了专项的打击治理工作 这个平台聚集的吸贩毒人员越来越多 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 摸清平台的结构和主要成员之后 苏州警方组建了16个抓捕组 吩咐全国18个省市 对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动用这么多的简历 案件这么复杂 又是深刑的犯罪 对于我们多家区分局来说 也是一种考验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 专案组分别在吉林 山东 四川 浙江 河北 广东等省市 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24人 缴获各类毒品1.2公斤 依据捣毁以梁某为首的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团伙 以及以高某 万某 韩某 陆某等为首的 网络犯罪团伙 平台上其他吸毒人员的有关线索 由专案组移交给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这个网络平台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 就聚集了六百多人 事案人员遍及全国十八个省 这样的传播能力堪比瘟疫 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在虚拟的隐蔽的网络当中 逍遥法外 殊不知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他们的行为早就暴露在警方的视野当中了 除了互联网以外 物流快递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网络 收发快递成为人们现在生活的日常 这种方便快捷的寄地方式 也已经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 广州的快递小哥 就曾经接到过一单反常的业务 有人要快递一个价值不到二十块钱的插线板 可是这快递费用远远不止二十块钱 那么这个小小的插线板能够藏毒吗 2017年5月17日上午 对于广州市花多区施领镇的快递小哥张某来说 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他每天都要收发一百多件快递包裹 马不停蹄 上午11点左右 张某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对方说有一个快递着急寄出 双方约定在施领镇振兴村东府商场门口 见面取见 他当时骑个南朝的摩托车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七左右 有点微胖那种 不是我们广东的 都是省外口音 说普通话的 就问他寄什么东西 他就说一个插牌就是插座 他一代叮嘱说很急 一定要包装好这样的 他寄到湖南永州蓝山县那里的 一个插牌很容易就能买到 这名男子为什么如此着急邮寄 三年的快递经验 青年男子的反常表现 让快递员张某提高了警觉 同事李某的一番话 让张某觉得这个男子更加疑点重重 最后两人决定将这个插线板放到安检机上 进行X光检测 看看这个看似普通的插线板中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有带粉末啊 液体啊 它过去的话 它的响视出来是不一样的 一个安检 出现了一个不形成的物品 安检机检测出 插线板里面藏着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立马就打110报警 广州市公安局花国区分局 合议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 他们迅速赶到了现场 民警首先检查了插线板外壳 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警方决定将插线板打开 当螺丝刀打开插线板的那一刻 五小包白色透明晶体 赫然入目 粉末装的 一小包一小包的 就觉得很惊讶 快递做了三年 第一次收快递收到毒品了 广州市花都区合议派出所 迅速抽调警地 商议制定侦查和抓捕方案 他邮寄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可以用的电话号码 作为我们的一个线索 我们就利用这个电话号码去排查他的一些快递物品 还有一些他的信息 就发现在快递公司里面刚好 有这么一个电话号码 是他需要取件的 邮寄过来给他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线索 让快递小哥把这个快递给送过去 让行人现身的时候 我们就布置在周围就可以把他抓获了 2017年5月27日下午 快递小哥张某 拨通了犯罪嫌疑人的电话 称有一件快递需要他本人签收 要求他到原来记忆插线板的地方见面收件 然而对方在迟疑片刻后 要求到药山祠堂门口取件 随后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有同事在伪装一个钓鱼 在四多店周围布置了一些景地 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可以看到 那个池塘门前的一举一动的 5月27日17点30分 一辆摩托车从远处缓缓开来 快递小哥张某 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过去我就一直盯着他看 直到他到那个 此时快递小哥张某举起了右手 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 他确认来人正是那名 即插线版的男子 埋伏在四周的民警们 一跃而出迅速实施抓捕 还没走到他车那个地方 他已经准备把车子发动走了 因为他可能发现一些不对头 然后我就冲过去 把他摩托车钥匙拔了 给搂紧了 他那时候是反抗得很厉害的 经过仔细搜查 民警从犯罪嫌疑人驾驶的摩托车上 搜出了一小包冰毒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 押解回派出所进行审讯 犯罪嫌疑人黄某丽 无业湖南永州人 被警方抓获时 他刚满18岁 然而人赃巨货 铁证面前 黄某丽竟然态度蛮横 拒不配合 不是我记得 不是什么都说 基本上都说不是 反正就是说 有关这个快递的 他都说不是 当时也吸食了毒品 精神也比较亢奋 就在审讯工作进入胶着状态的时候 突然黄某丽的手机开始滴滴作响 一条重要的线索 由此浮出水面 所以我们就查看他的手机 发现里面有微信就说 让他到一个我们辖区里面一个旅馆 一起去包猪肉 直接在微信什么电话里面联系 不会提到冰毒这个词 都是用一些别的名称来称呼 就是猪肉 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两名吸毒人员 在等他带一些冰毒过去一起吸食 将他上加一些信息 还有以及他的一些交易的转账的详细情况 就都摆在他面前了 在铁翼般的证据面前 故作镇静的黄某丽开始慌乱起来 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坍塌 在这几个突审 他公诉了这个打电话的人 他也是他的同乡 正在我们这个西群村一个出租屋里面 刻不容缓 警方决定立即出击 实施抓捕 然后就留了两名同事 在出租屋的楼下 然后看着下面的情况 以防开门他们逃跑 进去以后 两个人就在房间里面休息 因为他以为是嫌疑人过去 所以警惕性也没有那么强 进去以后也比较好控制 首站告捷 就在民警抓捕两名犯罪嫌疑人时 审讯室内 黄某丽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有人再次发来消息 询问黄某丽有没有货 发现有一个人就问他 有没有货 给点货给我 我去找你 你就意识到了 这个人可能是找他购买毒品的 这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交货地点 在合成村的一个菜市场里边 民警迅速到达现场提前布控 夜色中 犯罪嫌疑人终于出现在了民警们的视线里 就一直冲上去 把这个嫌疑人给抓住 带回派的所 根据黄某丽的供述 警方认定 这是一个乙犯养息的典型案例 黄某丽是毒品传送的中书 负责向上家购买毒品 转而加价卖给下家 犯罪嫌疑人黄某丽落网 可是黄某丽的上家是谁呢 这些冰毒的源头在哪里呢 通过我们对他的审讯 他公诉他的上家 只是一个花名叫花山的男子 他也并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 也不知道信息 他当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 禁毒大队的民警通过信息研判 综合分析后 迅速确定了这个上家的身份 30多岁的一个上位级的男子 10年镇 城市一些个体经商 2017年6月13号 民警将绰号叫花山的犯罪嫌疑人 王某辉抓获 警方在其堆放杂物的出租屋内 搜到1.71公斤毒品 对于利用快递这种形式的贩毒 警方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坚决进行打击 加强对物流基地渠道 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 了解熟悉贩毒分子 利用物流基地渠道 进行寄送毒品 从事贩毒活动的这样一些规律特点 通过和物流基地行业进行合作 然后落实相关的核查措施 检查管控措施 百分百的这样一个开箱验室 百分百实名基地 百分百的过急安检 那么通过这几种方式 我们说有效地遏制了 这样的利用物流基地渠道 贩毒的这样一种活动 快递贩毒 区域跨度大 人祸分离 伪装方式多样化 我们要时刻警惕 隐藏其中的犯罪 犯罪嫌疑人黄某利 是以犯养兮的典型 他本想利用快递 把这个毒品寄回老家进行贩卖 没想到自己的如意算盘 就这样落了空 那说到这快递 就要说和他密不可分的网络购物 虽然是虚拟的店铺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 这网民们也都会货比三家 价格公道我才会下单 但是就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在网购的时候不是这样 一袋冰糖五六百块 肉是论克卖一克三百多 另外一件非常普通的二手衣服 也要一千块 而且这些贵得出奇的这些货物 它销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些货物到底是什么货物 他们为什么这么值钱呢 2017年9月的一天 一条有关电商平台非法交易的举报信息 反馈到江苏省徐中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然而这条信息语焉不详 只透露了一些涉事的商家 民警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针对这些网上店铺 民警首先查看了他们 售卖的商品和交易的记录 一小袋冰糖 它会标价标到五百到六百元之间 因为一小袋冰糖 我们按市场价来说 最多也就是十块二十块钱 一肠就出现在这些普通的商品 和高昂的报价之间 部分店主 就是上面的商品的价格 和实际成交的价格严重不符 而且交易量非常大 购买人也比较多 店主标注的商品价格 与本身价值严重不符 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 商家非但没有遭到任何投诉 交易量反而很大 民警马上把调查 扩展到其他的电商平台 和类似的虚拟店 而且价格非常的高 一件衣服 二手衣服 都要五百 一千 而且也没有什么零投 这些人竟然在高价抢购 二手商品 并且同样没有出现任何交易纠纷 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对这些卖家和顾客 进行甄别的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线索浮出水面 发现这些人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子里 有社交软件的一种 类似的圈子里 警方决定 潜伏在这个圈子里 一探究竟 就是说也注册会员 注册账号 加入到这些群里面 潜伏进入的民警发现 几个聊天群气氛都很活跃 人数最少的群也达到了几十人 而且地域分布广泛 有时聊天群里 也会出现令人非以所思的交易 交易的物品 同样是各种价格离奇的商品 而聊天中出现最多的词汇 就是肉 他们经常提到的就是这个叫肉 而且经常提到的名词叫植物肉 而且植物肉的价格要更高一些 有的时候是三百块钱一克 就可以买到穿肉 就一克的肉 怎么能卖到三百块钱一克 民警并不能确定 他们所说的肉 究竟是指什么东西 不过 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民警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词汇 二甲积风 虽然二甲积风是一种普通的化学原料 但是对于经验丰富的民警来说 二甲积风却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词汇 犯毒人员经常会用这个二甲积风 来作为一种辅料 来增加自己的这个毒品的客数 来卖给这个吸毒的嫌疑人 警方见一不放 深入侦查 聊天群内的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 他们通过网络发布信息 旨在专门的网络群进行交流 隐蔽性极高 在对相关人员进行详细的梳理和比对后 警方发现了这些可疑物品 买卖双方的问题所在 有一些人啊 是我们一些打击处理过的一些系统人员 同时警方很快就在二甲积风 和肉 果子等商品之间 找到了背后的关联 代表一个地区的货源 四川过来的这个毒品 疑似毒品的东西 他们就要统称为川肉 比较纯的一种毒品 他们经常通称为植物肉 果子就是缅甸的麻果 也是一种毒品 民警判断 这些活跃的聊天群背后 很可能是一个网络贩毒团伙 通常的交易 先是由卖家用暗语发布消息 标明毒品种类和价格 然后买家通过网络支付方式付款 再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完成交易 从五湖四海 可以不见面 也可以不交易 而且留的名字都是假名字 而且有的地址都不写的 不是很详细 直接写字题 案情重大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 王景支队 汇同禁毒支队 配线公安局 迅速抽调金干警力 组成专案组 全力追踪线索 专案组对整个案件的脉络 进行了梳理 从始至终 买卖双方都使用虚拟身份 一旦交易达成 双方便迅速把聊天内容全部删除 交易过程极其隐蔽 他住八号楼 他会接到五号楼 他自己去取 找不到的这个电话 都是用别的身份 他办的假身份来办的 我们要落地 要查人 后来把他们隐蔽的面目 面杀 逐一阶调 找到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警方进一步查明 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 分布在河南 广西 云南等多个省份 而他们所谓的上下家 则遍布18个省 30多个市 这给调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因为跨度非常大 而且取证也比较难 他们的交流也是 这个非常的隐蔽 而且非常的短阶 这个我们要顺息捕捉到 专案组在全网进行布控 锁定各级犯罪嫌疑人后 寻找时机集中抓捕 所有犯罪嫌疑人 必须在同一时间内 全部抓捕到位 不能有任何疏漏 一来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它整个网络 又可能迅速地就消失掉 徐州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力 组成五个抓捕组 相继赶赴河南 云南 广西 广东 四川等多地 秘密潜伏 缜密侦察 严阵以待 有取证的 有抓捕的 有侦察的 通过各种保障 保障了我们的指挥 能做到运筹为我 决胜前例 2017年11月23日深夜 在万籁聚集 人们熟睡之时 第一批出发的民警 却已经匆匆收拾行囊 奔赴远方 在茫茫夜色中风雨兼程 我到郑州去抓人 因为领导说呢 这个人是核心人物 有可能很难抓 接到的指挥部的通知 说要去云南 到广西去出差 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冲击的准备 每次抓捕其实就是一时战斗 抓捕全城 历时半个多月 广西 云南 山西 四川 相继传来捷报 2017年12月4日 河南郑州抓捕组 在犯罪嫌疑人赫某家中 将本案的主犯赫某抓获 赫某的落网 让这个网络贩毒团伙 彻底曝光 在赫某家中 警方查获了大量毒品 和贩卖毒品的邮寄清单 其发货地址遍布全国 触目惊心 他正在吸食的毒品 和也吸食的邮寄 都可以证明 包括他这个邮寄的那些清单 都有 2018年5月23日 在江苏省公安厅 禁毒总队的指挥和协调下 徐州市沛县公安局 成功破获2017-659 不标毒品案件 专案组 共抓获涉案人员三十人 缴获冰毒230.81克 麻骨381.01克 大麻1.13克 毒品辅料2965.7克 专案组民警的足迹 遍布18个省30多个市 历经3万多公里的坎坷 他们终于将这个罪恶的网络贩毒团伙 连根拔起 近几年 犯罪嫌疑人利用网络 快递 网购平台等 作为他们吸贩毒的工具 面对这些新形式的毒品犯罪 警方也将不断采取新的举措 进行打击 重点是要加强对网吧 快递物流公司 网络聊天工具的这个 监控力度 采取有效的措施 防止不法分子 继续利用这一系列平台 来谋划 实施毒品犯罪活动 那么除了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 要加强对网络吸贩毒活动 进行打击之外 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民众 也要提高警惕 防止网络空间的毒品 对我们个体的影响和危害 真爱生命 拒绝毒品 防毒的万里长城 不但需要警方的不断打击 还需要我们 所有人的共同参与 共同构筑 物流快递 网络直播 网络购物 为我们的工作生活 带来了便利 但是不法分子 也是妄途利用这些平台和工具 编织一个非法交易的毒网 可是不管这毒网 隐藏得多深 都逃不过警方的双眼 毒网再庞大 也大不过法网 从涉足毒网的那一刻起 他们其实就已经在 法网的笼罩之下了 我们普通的网民 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 要时刻警惕 隐藏其中的陷阱和犯罪 擦亮双眼 拒绝毒品 其实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自己远离毒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